大家好,今天美国的媒体证实 美国的一架RC-135W注册号62-4132电子侦察机 被中国的运8G电子战飞机在台湾海峡驱离 中国的运8G电子战飞机注册编号30518 公布的航迹图显示解放军的运8G电子战飞机 与美国的RC-135W电子战飞机一同在巴士海峡向台湾海峡方向飞行 中国方便的飞机紧随美国RC-135W进行干扰 迫使美国的RC-135W飞机改变航向离开台湾 现在国内媒体有报道 说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在菲律宾北部南海的电子战 26号的时候,美国一架P-8A返潜机进入南海 投放了水下的探测器 没有过多久,美军又派出电子战侦察机释放干扰信号 试图扰乱我军的通信和雷达系统 中国山东号航母编队直接南下 与美军舰艇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电子战 最后美军落荒而逃 这个媒体的报道呢 包括台湾媒体、大陆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我把这个媒体的报道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据报道呢,日前的美军在演习中 派出了电子侦察机释放电子干扰信号 试图扰乱我军的通讯和雷达通讯 中方派出运九电子战飞机和预警机 与美方的电子战侦察机、电子战飞机展开了正面交锋 尽管美军在电子战里有着冷战以来的领先优势和丰富经验 但中国凭借后发优势快速进步 特别是在电力系统方面 中国舰艇能够支持更先进的雷达和电子设备 美军舰的因陈旧的电力系统受到约制 电子战的胜负呢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南海局势走向 这场长达12小时的电子对抗中 中国军方凭借先进的电子战装备出色的作战能力 成功的抵御了美方的电子攻击 美方在意识到电子攻击无效后 又派遣电子侦察机和电子战飞机前来增援 即便投入了更多的电子战资源 美军仍然未能突破中方的防线 最终美国选择撤退 这结果呢是极大鼓舞了中国的军心士气 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捍卫 国家利益坚强一致 但是现在俄罗斯媒体呢 又有一种说法 俄罗斯的国内的论坛认为呢 中国和美国这场电子战 对抗中有一个第三方势力加入 最后导致美国不得不选择撤退 因为美国方面呢 他也意识到第三方势力加入 可能会影响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 整个通信信号 包括美军的安全 俄罗斯论坛认为呢 很有可能是俄罗斯的电子战 电子战设备也参与了 就中俄联合在南海 击退了美军 但是现在没有得到证实 我只把现在我获得一些信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啊 也参与了南海和美国的这个电子对抗 那么也说中俄实际上呢 是相互进行了联合 那实际上在东北亚 美国也很难再突破 中国和俄罗斯联合 在南海建立起的这种防御网 中美双方呢 在南海释放了强大的电子信号 导致菲律宾北部地区的GPS系统出现了大范围瘫痪 给当地的经济军事活动造成严重干扰 这是国内媒体的介绍啊 那中国山东舰呢 也亮向南海啊 最新的消息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的山东舰呢 现在呢是组成了航母编队 在东西啊 七沙群岛啊 叫永兴岛东北 约83公里处啊 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的海军 南方 南方南部战区 八艘军舰组成山东舰航母战斗群 从图上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两艘055驱逐舰 两艘052D型驱逐舰 还有一艘054A型护卫舰 一艘075直升机东陆舰 一艘901型的普吉运输船 另外美国的航母西奥多罗斯福号 7月3号 也是今天正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美军的航母啊 罗斯福号呢 也是从日本一路南下 现在也抵达了南海 就是要和中国的山东舰进行对抗 所以未来呢 双方呢 在南海还会有更大范围的对抗 这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情况 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啊 埃里克史密斯将军 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呢 对中国武统台湾在南海 设立前哨基地的任务啊 进行了评论 说正在于 美军正在与日本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建立关系 以便呢 能够控制第一岛链内的海上航线 美海军陆战队需要提高机动性 同时提高武器的射程 精度啊 还有杀伤力 那美军放弃了几乎所有坦克 这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司令认为呢 坦克在与中国的战争中没有任何用处 火炮 巡航导弹 和远程武器 MQ-A死神无人机 雷达 将在与中国的冲突中发挥重要尊 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史密斯将军的说法 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正在实现现代化 包括F-35B战机 CH-53K直升机 MV-22 悬翼飞机 海军陆战队远程部队计划 部署三个登陆大队 第一组呢 在美国东部海岸 第二组在美国西海岸 还有一组在日本冲绳 总共需要建造31艘登陆舰 弹药产量预计也将增加 陆战队司令还表示 开发联合全域通信管理控制系统 也非常重要 这是目前的 在东北亚方向的一个情况 今天日本防卫巷 慕元念三号也表示 无法排除东亚发生或动摇 国际秩序的重大事态的可能性 他是在视察北海道 续川市陆上自卫队驻地 向队员训话时说的 鉴于持续进攻乌克兰的 俄罗斯军事动向 他对日本周边发生事态 表现出警惕 慕元念在媒体前指出 俄罗斯非法占据北方领土 在远东地区持续开展积极的军事苦衷 他表示俄罗斯近年与中国通过轰炸机联合飞行 舰艇联合巡航 实施各种训练等在军事方面加强合作 考虑到应对中国 慕元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防卫力 同时也提出陆海空自卫队在北海道 也要在防空和海岸警戒监视等方面 确保万无一事 继续保持无缝隙的防卫体制 慕元念称 无法排除东亚发生或动摇国际秩序的 重大事态的可能性 强调将加紧从根本上 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 从现在南海和台海方向情况来看 那么实际上中国现在在南海方向 特别是在菲律宾方向 中国方面实际上已经开始 在和美国在第一岛链 已经开始实际上有了直接的作战 这次电子战虽然称不上是直接的热战 但实际上电子战也是大规模的 双方进行这种大规模的作战之前 也是必要的这种对抗 那么实际上对东北亚 特别在南海 这个实际上中美已经开始 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到这种作战状态 大家不要以为中美不会开战 中美实际上在这个方向 已经在我个人我个人认为 实际上已经开始正式的进入到一种作战状态 那么今天呢菲律宾的军方呢 也证实啊将于9月份的向美国归还 今年春季联合军事演习部署的中程弹导弹 包括标准6 还有这个战斧巡洋导弹 那这些导弹的中程导弹呢 是受到俄罗斯方面的警告 俄罗斯方面呢 已经表达了要在远东地区部署中程弹导弹 美国部署这个中程弹导弹 在菲律宾方向啊 已经刺激到了俄罗斯和中国 所以现在菲律宾方面呢 如果继续部署这个导弹的话 那么菲律宾会变成俄罗斯和中国 未来瞄准的方向 另外呢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 接收了首批新型的ACV两棲战车 29号呢首批抵达了日本冲绳纳霸 被运往施瓦部军营 共有12台 那ACV呢将取代AAV-7登陆车 美海军陆战队呢 总司令表示呢 是应对印太地区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做准备 从这个电子战对抗再到美海军 陆战队总司令啊 从这个讲话来看 美国方面在坐着啊 东北亚地区发生战争的准备 而且从电子对抗开始 中美实际上已经在过招了 我也在讲实际上中美这个冲突和对抗 未来会逐渐的升级 中国做好了武统台湾的准备 日本也在坐着这个 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重大事件的准备 所以我一直在讲啊 这个实际上离中国完成国家统一 越来越近 那最后的大国之间的摊牌 牺牲者啊 你从俄乌战争这角度来看 永远都是小国啊 永远都是小国 所以像日本韩国 他们现在最担心 自己会不会变成那个啊 被牺牲掉的 俄罗斯和北约这种冲突对抗 可以看到最后牺牲的还是欧洲啊 特别像乌坎那里 我觉得现在东北亚地区 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啊 中国首先是完成国家统一 那么像在菲律宾 在日本这几方向 朝鲜北岛发生战争 那么韩国可能会被灭国 未来整个东北亚地区这个局势啊 一定是向紧张和对抗方向去的 因为美国从现在这个准备来看 美国方面啊 就是要在这个方向点火 但是最后美国会不会来救啊 点完火以后 美国会不会来救火 没人知道 现在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知道 到时候要根据大国之间 最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变化 还有利益 最后来谈判 也就是一些小国永远会变成大国的筹码 现在让你去点这把火 如果你去点了 最后没有人来救你 你也不要埋怨美国 美国没有义务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这些小国会变成美国的玩弄的工具 还有地缘政治的牺牲品 所以我说中国呢 一旦啊 一旦这个在东北亚地区出现 动荡或者出现 地缘政治变化 中国要快速完成国家统一 千万不能犹豫 这个是非常好的窗口气 如果你这个窗口没抓住的话 未来大国之间想改变现状 都会难 非常难 只有你自己想武统台湾 改变现状的话 其他国家不一定会指使你 但现在看 俄罗斯和中国和美国这种对抗 越来越明确 日本已经做好了准备 也在应对周边地区发生冲突 而且他现在和俄罗斯这种紧张关系 有利于中国完成国家统一 我还是之前那话 越早统一对中国越有利 越早中国完成对台湾的控制 突破第一岛链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对未来的中国 有最大的利益